好 接下来我们大家持续来掌握的是 苏拉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它现在重新升级为一个强烈台风 目前中心位置 而弯比南南东方200公里的海面上 每个小时13公里的速度 持续朝西北溪的方向来前进 现在瞬间的最大阵风有17级风以上 同时7级风的暴风圈半径180公里 10级风的暴风圈半径有80公里 现在包含了屏东跟横川半岛 都是在路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区域 海上警戒的范围包含在台湾海峡的南部 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上 还有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上 在这个区域作业还有航行的船只 务必都得要多加留意了 好 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个雷达回波图 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苏拉台风在走到巴士海峡之后 它重新开出一个漂亮的台风眼 预估在今天就会持续维持强度台风的下限 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 慢慢的接近台湾当中 现在它的暴风圈预估在中午过后 就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 预估是在横川半岛屏东这个地方 因此您可以看到 目前包含这个黄色还有红色的 就是降雨的热区 包含在台东 横川半岛屏东 都在今天会有间歇性 大雨还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 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也是降雨的热区了 包含在北花莲 宜兰还有新北市的山区 由于也是受到整个环流 还有整个风场的影响 这个地方也会下起间歇性的大雨 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下这个路径图 苏拉台风今明两天最为靠近台湾 也是影响台湾最为剧烈的时候 好 周五之后呢 就会开始慢慢远离台湾了 但是后续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台风 轻度台风 海葵 目前它持续朝日本琉球的方向移动 因此呢 如果最近有打算要到琉球去玩的朋友 务必要多加留意 好 不过在整个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这两天就会升级成为一个中度台风 到时候呢 跟苏拉台风 互被产生一些同源效应互相牵引呢 这个部分持续的观察当中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 现在呢 在这个太平洋海面上 还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TD13 最快在今天晚间 也会生成为一个轻度台风 一旦生成的话 名字就会命名为红雁 好 现在呢 也很担心 未来呢 会不会跟所谓其他的台风系统 也产生一些牵引作用 这个部分也是要再持续观察的 但是无论如何此刻呢 包含了东半部 东南部 还有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跟屏东 都得要务必多加留意台风的影响了 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卫星云图哦 在今天这几个地方都是所谓的降雨热区 好 此刻风雨已经开始慢慢增强了 务必要多加留意 不过呢 由于受到中央山脉阻挡的关系 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是两样晴 西半部天气多云到晴 东半部则是容易会下雨 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 在今天还有很多个县市 全部都亮起了高温警示灯号 大家出门的时候 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了 好 大雨 在今天要务必留意大雨的县市 包含了屏东 花莲跟台东 这几个县市的朋友呢 由于受到整个台风外围环游的影响 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出现 尤其是刚好适逢大潮哦 因此低洼地区要特别小心 很可能会淹水 同时呢 海边也要小心 很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状况 好 另外是浪高的部分了 浪高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在各个沿海 还有在外岛地区的澎湖金门马祖 很容易都会有强风长浪发生的可能性哦 现在各个沿海很可能会出现 三米左右的浪高 还是要特别呼吁一下大家 海边是千万千万不要去的 接下来呢 也许你会不会说 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局这张图哦 今明两天台风影响台湾最为剧烈 降雨热区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东半部 尤其是在东南部地区 台东以及恒川半岛 这个部分大家多加留意了 要一直等到礼拜五过后 整个台风慢慢的远离 好 只剩下外围环流的影响 到时候山区呢 也是会有点零星的降雨 因此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海边千万不要去 另外房台准备也是不可少的 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了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友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你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